罪名女人如何保持情绪的健康 心理的强大呢? 哈喽你好 欢迎来到最实际的幸福教学 我是欣宏 我们成功的帮助 来自世界各地的事业型女孩 提升自己 脱单成功 步入婚姻 拥抱幸福 今天呢 我要来跟你分享的就是 罪名女人在我们获得爱情以前 如何管理好自己 尤其是在于我们的情绪上的稳定 和我们内心的强大 第一点呢 就是学会原谅 任何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惑呢 其实都和我 与其他人的关系有关联 那我会感觉到寂寞自卑 其实是因为我在跟别人做对比 所以我才会觉得自己是寂寞的 我才会觉得自己是自卑的 那要成为一个 你真正内心强大的一个人呢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在你人生当中 一定要学会原谅他 而且当你原谅的时候 越早原谅越好 你越早的去原谅 现在的原谅 会比未来的原谅更好 我会觉得自己的包容接受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妈会对我说 她知道小孩子是无辜的 小孩子不应该要被我们大人的事情所牵扯 所以她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计较 反而她会很爱他们 非常非常的疼爱他们 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般 所以我妈妈呢 其实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学习对象 因为她的这个大方 是非常值得我去学习的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一个女人 我们要拿得起放得下 我们绝对要学会第一件事情就是 时常原谅他人 如果在你过去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感情经历 尽快的原谅对方 你就会尽早的获得你的人生的自由 因为放下过去才能让我们去接受未来 要怎么学会原谅 你也可以观看这支影片 或者是这支影片 原谅不是说当他不出现的时候 我就不在乎 原谅是说 我不去计较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 我懂得放下 我懂得用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待 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那才是真正的原谅 原谅让我们不再有憎恨 原谅让我们不再怨恨任何的人 而不再怨恨任何人的人 是最幸福的人 因为他每天开开心心的 活在当下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 去检视你的心里面 是否有任何一个憎恨的人 那么你就要学会去放下那件事情 你才能够真正的重新走出来 你的伤心 你的难过和你的怨恨 对那个伤害你的人 并没有任何的影响 请你清醒一点 被影响的人只是你自己而已 而第二点 要成为一个情绪健康的人 你要学会做的事情就是 不要把别人的问题 变成自己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指导的女人呢 都是属于事业性成功的女人 那很多的这些学员 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他们从小必须要非常的独立 他们的成长过程是非常的坚强的 因为小时候的这些经历 导致我们很独立 也建立了我们的责任感 我们会觉得 我们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 所以我有那个责任感 我必须也要照顾我身边的其他的人 这些人可能是我的下属 这些人可能是我的朋友 这些人可能是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 或者也是弟弟妹妹 那照顾别人呢 为别人负责任啊 热心帮助啊 是好的 可是不好的地方就在于 你不小心就过度的负责任 他需要帮助了你第一时间告诉他全部的方法 而且还帮他做好 当你过度的去为别人负责任的时候 那最终最辛苦的人是谁呢 是自己 因为你只懂得去照顾别人 只懂得去为别人负责任 你害怕他们受伤 你其实拿掉的是最珍贵最珍贵的那个成长经历 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是跌跌撞撞才学习起来的 都是必须要经历一些大风大浪 我们才能够变得很坚强的 可是你害怕别人会经历这些事情而变得软弱 当你过度的去保护别人的时候 其实是对他人的一种伤害 因为等到下一次他跌倒的时候 他会跌得更加的严重 所以这位女人 如果你真的要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你要懂得分割你的问题和他人的问题 当你遇到身边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 你可以教导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前进得到那个结果 但是绝对不要全部扛在你自己的身上 当你过度的为别人负责任的时候 难受的 辛苦的 压力的 就是你自己 那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你自己需要承担那么多呢 其实你要学会让别人和你一起分担 两个人才能建立快乐的关系 还有第三点就是保护你的能量 作为一名女人呢 我们身边呢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女人 会互相的在说一些不好的话 也就是在背后呢 去指指点点的啦 当我面对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呢 因为我知道我不想要融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如果有一天她可以在我面前说着别人的坏话 那么同样的她也可能已经在别人的面前在背后议论着我的坏话 所以作为一名女人呢 你要懂得保护你自己的能量 物以类居 人以群分 当你在一个环境久了之后呢 你就会被传染 那当你进入一个非常高积极 非常高自律的环境里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很积极 变得很自律 但是当你进入一些比较负面的啊 很喜欢议论别人的啊 总是说三道四的环境的时候呢 同样的你也会变成那样子的一个人 所以懂得保护你自己呢 就是say no 读那些你不想要融入的圈子 当你的朋友在你的面前去议论别人的时候呢 告诉他们 我们其实可以讨论其他的事情 或者我们其实可以看待 这个人身上有其他的优点 那我就读到这一本书呢 叫做 Ding Like a Mom by Jay Shetty 因为他自己本身呢 去当了和尚三年的时间 所以学习了很多和尚的这些生活态度 他说呢 我们不可能完全不去议论别人 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呢 是会有竞争的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呢 当你想要去议论别人的时候 当你开始想要去评论别人的时候 先想三件对方的好处 如果你可以每一次你要去议论别人的时候呢 都说三件对方的好话的话呢 那么你的心里面会非常的健康 然后你再也不会每天总是看到他的不足 你会看到他有更多值得你欣赏的地方 他有更多值得你学习的地方 而且除了现下现实生活中的环境 有时候我们的社交媒体也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 所以懂得筛选过滤那些你希望看到的好的内容 跟那些会让你产生负面情绪的内容 会对你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今天呢我给你分享了三个 让你可以建立健康的心理 还有内心强大的方法 第一学会原谅 第二不要把别人的问题变成你自己的问题 还有第三保护你自己的能量 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 如何成为一个高吸引力的女人 让你可以吸引你喜欢的对象 与她发展成情侣关系 那就赶紧点击以下的网址 去参与我的培训班吧 在接下来的90分钟的培训班里 我将会跟你分享我们BTA的三大法则 了解了这三大法则之后 你就能够获得你的爱情 我希望可以在培训班上见到你哦 拜拜